明珠阅读 礼兵治水 哇 你看 嗨 你好 我是闪闪姐姐 我是熊猫博士 毒箱烟 好厉害呀 闪闪 今天要讲神话过去 为什么来毒箱烟呢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毒箱烟是谁造的吗 我当然知道 是礼兵 对了 今天的神话故事 就是和礼兵有关 礼兵还有神话故事呀 没错 那就是礼兵治水 礼兵治水 很久很久以前 在成都的明江住着一位江神 他每年都会对人们提出要求 送你两个女孩给我做欺负 依然我就要发大水 大家都非常害怕江神 有一位新来的官员叫礼兵 可恢够 可恶的江神 他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 决定帮助人们除掉江神 于是 鬼兵带着大家来到神庙 他大声 跟江神说 作为神明 你为大家做好事 还要害人 根本不配做江神 根本不配做江神 忽然 忽然 一阵风吹来 打钉不见了 不一会儿 江水 哇哇地翻涌起来 两头大金油 我和你真的出来 他们打了起来 咚咚 碰碰 牛角的召击声 咚咚作响 最后 其中一头大金油累了 一转身 跳入江中 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 礼兵满头大汗地 从江边走了过来 对大家说 刚刚 江神变成了一头大金油 找我决斗 现在他累了 躲回江里去了 礼兵接着又说 我一个人 很难打败他 需要你们的帮助 等会儿 我会在腰上 系一条白色腰带 这样 你们就知道 那头青牛 是我变的了 碧碧 系上白色腰带 变成了大青牛 两头牛 又打了起来 你看这两头大青牛 哪一头是礼兵变的呢 来找一找吧 没错 我就是礼兵 正确 太棒了 我们一起帮助礼兵 击败江神吧 嘿 干得不错 大家和礼兵一起努力 终于 打败了江神 但是为了防止以后 再有大水 冲毁人们的房屋 破坏人们的生活 礼兵 决定带领大家 在冥江上修建都江宴 大家修都江宴有些累了 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吧 请你大声喊 加油加油 大家听到你的加油 又有力气了 谢谢你 表现出色 你看那边 熊猫博士 山好像有个缺口 嗯 那是因为啊 礼兵挖开大山 用冬江燕 把冥江一分为二 既能防大水 又能灌溉农田 礼兵也太厉害了 好了 礼兵治水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听说 沐沈的农场没水了 到底哪里有水呢 我们明天 一起帮他找找吧 明天见 拜拜 朗朗上口 礼兵治水 礼兵做太守 成都遇见坏江神 每年都要发大水 宠坏房子人民年 为了人民不怕难 变成青牛八甲斗 从此江神不甘陷 礼兵优秀赌江燕 一起来唱一唱吧 礼兵治水 礼兵做太守 成都遇见坏江神 每年都要发大水 宠坏房子人民年 为了人民不怕难 变成青牛八甲斗 从此江神不甘陷 礼兵优秀赌江燕 明日预告 听说 牧神的农场没水了 到底 哪里有水呢 我们明天 一起帮他找找吧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